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明镜火拍的人生之中节目 今天是我的李小牧先生访问已经进入了第11集 李小牧先生你好 你好 何必你好 我又在问你了 今天我们讲什么 今天讲讲我的梦 讲讲我的中国梦 没有没有 我有一个我在06年的时候 我搞过一个叫梦的话剧 实际上准确讲应该是音乐剧吧 有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的音乐剧 在搞这个音乐剧的时候 我是作为我是作为原创 作为那底下你把编打你把底下那个梦的底下把它放大 你想梦了几个字 看见了很大很大很大 原作 原作 演出脚本 对吧 脚本 学历 就是原作是根据我以前写的书改编的 根据哪改编的 其实是根据我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 根据这部电影改编的 你还有这部电影 这个这个电影是日语的吗 日语的日语的在中国网络上也没有的 这个是在我出了第一本书 01年刚刚出 2001年对 02年 02年10月份出了第一本书的时候 凌时 马上就有三家三家电影公司 其中包括一家不是电影公司 中国的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也来找我 三家公司找我谈吧 最后就是在好莱坞的一个一个很有名的经纪人 他的这家公司来找我谈 就要买我的这个原版买买我的原著 但我拿了点小钱 这就是这个电影不是我主演的 是找的一个香港的叫Chuya Chuya就是那个演日本的电波少年的一个 当时在日本比我有名的多 在日本的电视剧里面 但是那个照片不是你吗 这个是我 所以我就要讲这个故事 你说是我的电影不是我主演的 结果用的海报反而用的我本人的照片 但我对这个电影的确是很不满意 我在一个专栏里面用了十次的时间 来批评这个电影 主要是把你的形象丑化了吗 对 但不是丑化 但也丑化也没关系 电影嘛 瞎编嘛 怎么好看 怎么挣钱 那作为作为制品都是这样的 这都无所谓 就是呢 这个 他里面一个导演是中国人 名字我就不讲吧 他呢 在中国 在我们感觉导演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 对吧 但他不是 我觉得他就是个傀儡 就日本让他怎么 有制片人呢 还有投资商 不是 他是副导演还是导演 导演 就是导演 当然我也没什么可以骂他的吧 那讲他名字也没关系 他在中国也拍拍拍过一两部电影啊 什么的 几部电影 那他这个人叫姓张 是个上海人 姓张 他我只能讲他是个魁的 他的权力不是真正特别大 所以选演员的时候 最早来忽悠我 不是他 是制片人忽悠我 说我帮你们找 像你的 那日本演员里面的有个叫 当时正在意大利得了一个男演员 讲的叫 很有名的 跟我脸形象 都可以让他演 如果他的当旗呢 过不过来的话呢 我们就找中国演员 他们想在日本发展的中国演员 当时有个叫王立宏 你知道吧 那我知道 但是没看过电影 但是这个名字 台湾的 他在找他演 他呢 现在是比较红 要不呢 就找一个老一点的 稍微老一点的 那就是找那个什么 叫金城武 金城武呢 他演一部很有名的电影 金城武知道 他演个不夜城 叫慈心周 就是周星驰啊 那个导演的名字 倒过来读 就是慈心周 日本一个作家写的本 叫不夜城的一本书 后来拍成了电影 就是金城武演的 而且金城武呢 他们还忽悠我 他说金城武能讲日语 因为金城武的妈妈还是爸爸 反正有一方是日本人 有一方是台湾人 他在台台日的混血儿 他说他能讲日语 嗯 没有没问题 那我啊 所以就把板去卖给他们 结果后来 这些所有有名的人都没找到 其实当时我的确还有点想演 我说我能不能演 我说因为他们找的那个人啊 那个人比你有名 这个我也服了 我也没什么 我没什么意思 我也没有去争 主要是把那个 把那个里面变成到最后就是 完全跟那个 情书事件一样 就是成龙最后被水冲掉了 就没有了 还存在 我也不至于落魄到那种地步 对 然后我也没有真正去 加入到黑社会 就是瞎编 那我完全持久 完全跟我 就跟我没关系 所以我就写了十次的这种 这种专栏里面批评 但这个电影过去了啊 好 因为电影出来以后呢 所以日本的媒体啊 包括各方面找我人就多 我们就再回到讲这个话剧啊 讲这个梦 反正我想我在中国有个梦吗 就到日本来实现 我就演个话剧 因为那实际上这个话剧的 上面有个叫品川 这个导演就是真正的头目呢 是个品川 他搞了一些钱 结果我最后还投了 我自己个人还投了250万日币 投在里面 我买的服装说可以报销 结果没给我报销 我们是是买了一套那个 那个吉邦喜的那个 那个夏天的西装 结果后来被我女朋友 把他把他剪掉了 说说以前的别的女朋友买的 把他剪掉 让那车员啊 买演出服可以报销 我没报销 我就会想实现这个梦 那讲的这个内容是讲的什么呢 就是讲歌舞基丁在七十年前 就是战前刚刚开始 一直到美军基地 美军不是美军基地啊 美军的空隙 把东京炸的一片废墟 新书也是 新书那个说音 我这里有回音 怎么好大的回音 我没有问题 可能是你的问题 OK 我没问题好那就算了吧 你们那边没问题就行 导播没问题就行 就是新书也炸得一塌糊涂 然后新书当时还有很多龙田 所以新书那时候你说70年前就这个乡下 就是这个郊区 以前的市中心应该在新桥啊 大守丁啊 黄居的周围 营座那边是 那现在这几十年完全改变了啊 你看东京都的政府的都厅 从东京车站搬到了我们新书 新书已经完全改变了 我们想讲的就是新书的历史 70年前在一片废墟上 怎么样把新书给建起来的 这就讲到 我上一期跟你们讲到的三国人的问题 就石原圣太兰讲三国人嘛 歌舞基丁还真就是这三国人 把他叫中国人 还包括在日朝鲜人和韩国人 我们把北朝鲜叫在日朝鲜人和韩国人 有区分的 还有台湾人 其实中国人讲的就是台湾人 这三国人把歌舞基丁怎么建起来的 那我这个话剧呢 是演变了70年歌舞基丁的历史 所以那个女演员 你把那个照片翻过来 有四个人的照片的一个演员 导播你把它四个人的 四个人的 只有四个 对这四个人你看 对稍微再放大一点 上面的大则树生是日本顶有名的叫我们叫少年队 是少年队吧 对啊不是不是少年队 光光光光的一个一个组合是那个加密子的 加密子组合当时在日本很有名的就是华冰 穿了华冰鞋在舞台上表演的 只有这这么多年也只有他们这个少年队 这个组合的队长大则演了李小木 年轻的时候刚刚来歌舞基丁 做留学生的那一段是这个大则演的是男一号 然后他的他的他的左面叫耿忠 这个女孩子呢 现在不是叫女孩子女士吧 耿忠他演过他演过他演过那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 叫叫叫情书 跟日本的一个叫钟景桂一的一个两个人演的一个电影 叫陈情书 还演了中国的一个部联系剧叫远嫁日本 演叫日本也就是他演的 他呢因为也没有演过话剧 因为当时在讲在日本啊 中国我不知道日本的演员 你演过电影还不算演员 一定要演过话剧才叫演员 我不知道美国是怎么样习惯啊 就一定要演舞台剧 那才叫真正的演员 所以呢他本人也很想演这部 演我这个话剧 所以通过我的一个叫修建的朋友介绍 我们认识以后他声音很小 因为话剧这种东西啊 应该是用本身的声音在舞台上表现的 因为他声音很小 但后来给他拍了一个 一个小的麦克他演的女主角 他这个女主角等于演变了70年 他从20来岁到歌舞基丁来打拼 从一个少女 少女演到一个老太太 他舞台上表现的就是 所以他的他这个人物就是贯穿了 歌舞基丁的70年 中间在穿插了有中国留学生来 中国留学生那就是右下角就是我 对吧 在右下角是我 左边这个是日本一个有名的搞搞搞那个搞那个搞笑的一个演员 那这是四个主要演员 其他还有呢 还有好几几十个这一台舞台剧总共有将近40个演员 这还算主要演员 这也算主要演员 还有一张几十个人的 嗯 几十个人的最底下这两个照片你把它放大 李小牧你熊啊 李小牧你厉害啊 所以难怪别人说你拉皮条的 你无所谓 我就是拉皮条的 哈哈哈 你能够把一个画质端上搬上这个舞台 那简直不得了 嗯 对对 不仅有电影有画剧 底下这两个人的照片再放大 一个叫笑笑再放大 你把它抬上去对 这个笑这个女生呢 当年呢 是在早稻田大学的在校大学生 嗯 但是呢 他是在歌舞基金的一个钢管舞的一个表演场 兼差 他是现役 又是现役的钢管舞的舞者 哈哈 跟那个蒋方舟看到的 一样啊 钢管舞的舞者 他的你看他那个肌肉 他肩膀的肌肉是很 就是他是真正自费去了美国的老师维加斯留学 学什么呢 就是学钢管舞 日本很多这样的演员 那真是很拼 就打工挣了些钱去美国留学 学了钢管舞 学了钢管舞 再回到日本继续图 找稻田为了交学费 他也也是一种爱好他作为钢管舞的演员 所以我把这个舞剧啊我这个话剧一开场 就有就有就有这个镜头 你就是一场就大家在看表演看钢管舞 呃就是他的主演 我们请的正人来演的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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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呃他的他的右手这个男的 叫洛提 你看到这个脸就不是个日本的脸 你看到这个脸他就是外国人的脸 他是在歌舞伎丁一个叫爱的本店 也就是呃呃 现役的做那个牛郎的嗯 他的每天的收入 营业额很高的 一个月一年都是很高的 他是现役的牛郎 我请他来演 演这个牛郎 这才是说明了我们真正的 歌舞既定的住人们 居民们吧 中文翻译叫居民 日语叫住人 住在这里的住人 所以把这两个人叫特别gesto 特别的特邀来演 就是演了一段话剧 讲的呢 从那个老太太的故事开始讲起 再讲谁来建的这个歌舞既定 最早的台湾人叫林一文 林一文他建了这个歌舞既定的 像法国的红魔房一样的 红魔房有一张历史的照片 那张照片我们是从那个 从那个叫什么呢 叫日本新术博物馆里面找出来的 所以我想表达就是 我李小木做的歌舞既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想了解 就从我的话剧开始 所以我们在日本演了 在就是在石云生产栏 骂我的那个批评我的那个 不叫骂 叫批评我的那个 叫扩码剧场 叫旋转剧场 是那个很有名 这个剧场里面 就是我们在地下那一层 800个人的一个小剧场里面 演了整整一个星期 演两每天两场 下午一场 晚上一场 当时开我们搞了记者发表会 日本一流的媒体 主流媒体全来报道 小报啊什么都来 一看歌舞既定 能编一个话剧出来 都来报道 然后呢 还有电视台NHK 也拍了一个纪录片 拍了一个十一分钟的纪录片 所以 而且记得发表会 我请到了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战 叫赵宝志 那些年我跟中国大使馆的关系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中国人 我的国际也是中 所以我跟中国大使馆有关系 赵宝志先生请来 跟我们新书区的女区长 叫中山 也请到发布会 也把他们请到剧场里面 区长和我们赵宫志 看脱衣舞 那是看我话剧里面的脱衣舞啊 跟那个蒋放之后看到那个 那个不一样的 看这个钢管舞 也有这个牛郎的表演 还有真实的历史故事的表演 而且最重要的我想表达 我想讲 在这里一定要着正讲一下 这个话剧的一开始的前半个小时 三十分钟 不是在剧场里面演的 是在室外演的 室外演的 室外的一个小广场 对不起 我没有把照片发给你们 我讲完节目 我再发给导播吧 就是他在一个外面 我们把真正的救护车 救火车 叫到的现场 来来叫警 叫警报 是讲什么事呢 因为在 01年的时候 购物基金有一个大火的事件 死了44个人 把那个故事 写到了这个话剧里面 也写到我的书里面 所以这个话剧里面开始就是在室外的表演 三十分钟 然后在那个剧场就是成龙的新世界那个电影 公演的那个电影院的三楼的阳台上 有一个中国人被警察抓着 被警察抓着 然后说 然后那个中国人说不是我放的 不是我放的 就把他作为放火放 来抓的 这个电影 这个话剧一开始是这样 就是就是写的这个写的这个过程吧 然后中国他这个主演不会讲中文 要学一些简单的中文 因为是留学生嘛 但我们是话剧啊 但你说瞎编嘛 也就是把一些真实的故事传达在里面 所以前面三十分钟在外面 不仅我们请区域长来 请了新宿那个消防署的配合 真正的救那个救火车红颜色的 就在我们的现场 所以你别看李小木不是 不是拿这点什么客人的 我连政府的皮带我也拿 所以你把他拿过来 那里拿过来 这样能用的资源 而且是不花钱的 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牛逼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几十号人要去要去练 要排演对不对 要编 要对台词啊 要两个半小时的一个话剧 要地方去排练啊 有政府 有政府 有政府提供的一个废调的一个小学的一个体育馆 失联的体育馆 你刮风下雨没关系 把那里做给我们免费的排练场 所以呢这种皮条我也拿 因为我是我是负责人嘛 我有主演 我也是编导之一 我要是原作之一 实际上我就是个制片人 讲得不好听也是个副导演 所以真正有我的对白的时候 真正有我的对白的时候 我就我就哎呀 我背不出来 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演员 所以给我的台词啊 我尽量剪掉尽量剪掉 我不要不要不要啊 就是给一些 因为日本有一个规矩 每一个参加的演员都要买票 我们叫雷子密购 就是你像传销一样的 一个演员要买市场票 什么样的主要演员要买多少票 我把一个场地八百单票 我全是花我的自己的钱 把它买下来 反正我这里的朋友有多 购物界的牛郎子女们 我免费的发给他们 只要你们来看 但你一定要来 还有中国的一些 就是一些朋友 我都免费给他们 包括我的男朋友啊 女朋友啊 女朋友的男朋友 全免费让他们来 有一场啊 整个一场 全是我的粉丝 我的读者 或者我熟悉我的人 对那个献花的时候 这个男主员最讨厌我 每次献花 我的花都比他多 就是我们节目 那个结束以后 我的我的我的话 一定那一场 那几回全是给我的花 还有送烟的送花的送酒的 什么都有 当然这是自满的话 我觉得这个牛逼就不吹了 我要讲的就是 真正你要做一件事 一定要把它做成文化 这是我想表达的 哪怕我有个梦 这个梦也要用文化去表现 这个文化就是什么呢 当然学会用媒体 用好媒体 比方说我不仅是搞这个时候 请记者来 是我的朋友的熟人的 主流的 不主流的 我也请 不主流是叫什么 就是小报 小道消息的 发一些八卦杂志的 都用 只要只要他有传播力 我就记得小泉首相 当年就把那个八卦 八卦报纸的总编 请到他的官女 去跟他讲些东西 其实都可以 没有什么主流啊非主流啊 我从来不信这个 当然非主流 有些瞎编的东西 那当然你不能拿 但是只要他有你的阵地 我都用 所以我跟日本的 这个什么 这个秦瑟杂志的 叫北石头古拉布 帮他写过十年的壮栏 一流的这种主流媒体的 美国新闻周刊 超薄的 没有什么广告的 在日本当年排那个杂志 排行是第十位之内的 前十位之内的 我也写什么东京新闻 朝日新闻 等等 我忙的时候 一个星期写六个 六个专栏 但当然我可以赚稿费 对吧 首先我要生存 那我可以日本稿费很高的 那美国新闻周刊 那时候给我六百美金哦 六百对六百美 他给美金给 一算是快七万日币 那稿费是 我以前给南方都市报 也就六百 六百人民币 最高南方都市报 也一个星期写三篇 每次一千字 一篇给你六百人民币 这是给六百美金 那不一样的 日本的稿费是到至今为止我都拉得最高的 这是日本稿费嘛 那个日本独卖新闻月刊 我给他写了一篇稿子 给了我五千块钱 美金了 吓死我 我一晚上写的 一晚上写了五千美金 那而且是快三十年以前了 九十年的错嘛 你去想一想 但是后来日本的经济不好了可能给我们搞会太高了 日本后来经济 就是摔漏了 现在这个机会应该少了 我还有哪个报纸写过一个杂志他是少一点三千五百块 但是我实则是这个这个 觉得太高了 日本因为他纸媒体发达 现在全世界比较起来 还是日本 所以他的独卖新闻朝日新闻 都是全世界卖的最多的报纸的 而且记者特别地位高 你说 我的几位日本记者朋友啊 他们退休以后干什么去了 我说 当教授去了 但是我们记者就是教授啊 对 他可以当先生 先生就是先生嘛 可以当老师嘛 媒体 而且现在女性特多 所以 讲到日本的女性的这个社会地位的问题 媒体的出版界的 做记者的 大批量 班数以上都是女性 所以日本的女性也很强 现在这个地位也 慢慢开始提高了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吧 OK 今天再讲回头讲你这个话剧啊 这个 我一个朋友以前演过一个 也叫话剧啊 歌舞剧啊 就是白老慧 西贡小姐 你听过吧 我 当然特有名的 日本西贡小姐常年在演 日本吧 我开始吃吧 我都不太想吃 因为我认为朋友吃牛吗 说他我这里面演什么角色啊 第1号角色 我觉得第1号是哪里第1号真的是 为什么呢 以那个西贡小姐那个纪运老板 怎么样 拿1号 在白老慧后面还有个小房间 那个小房间干什么是他们的化妆室 化妆室非常牛啊 认为有一个化妆室儿子在白老慧那简直不得了 真的 他化妆的时候就叫我过去了 过去马上就来了几个人 一看是中国大陆来的 居民人物 算了算了我不想提他们名字 就是说那个时候大概几十年以前嘛 能够成为一个购物剧的这个 组品的话那比你拍一部电影 拍一个电视剧 那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你那个花了多少钱呢 我回到讲 这个大概要花了1000万日币左右吧 1000万日币 但还有很多是免费的 那演了多少场呢 个人就花了250万 还有票房的收入啊 投资吧整个有 差不多1000万左右 1000万的你们演了多少场呢 演了大概有14场 也太少了 这个 口径你的皮的话拿的不高 如果拿的高的话 你应该永久成为啊 这个国务低精的一个 永久的国务表演也不错 是 当时后来马上 马上被日本的一个大公司 要几本新业 看中以后 他老板也到了这个现场 看了我的话剧 投资三个亿 日币 把它改为 准备改编成一个在全亚洲可以巡回演出的一个音乐剧 我都跟日本的最有名的作曲家撑滚等等一些人的见过面 但是后来那个没搞成啊 那个是后话 就是很想这样做 也被日本的经济公司也看到过 但是呢 我今天讲在这个节目讲这个话剧的意思啊 就是讲到话剧我还想补充一个 其实中国有话剧 这话剧从哪传来的呢 就是从日本 100多年前从日本传到了话剧 然后我再引申到一个 中国现在用的汉字 很多简体字 是从日本传到了中国 你像民主 自由 共和国 就是叫 等等 这些 叫什么 共产党宣言 这些都是白话文都是从日文翻译成的中文 所以很多的汉字 但日本的文化的源流 是中国 这一点没错 有又一说不是 是他们自己的 那是放屁 中日本文化的源流是中国 反过来 中国现代汉字简体字的源流 有一部分是从日本到的中国 这是我想讲这个梦 中国梦也好 日本梦也好 梦来梦去两个人在两个国家在做一个梦 因为只有 这两个国家真正还在使用汉字 也是中正用筷子 真正吃大米的这两个国家是太近太近了 那以前讲的漂亮 以一带水的邻邦 对吧 现在是有了肺炎以后 那句话怎么来 叫什么 我想不起那句话了 算了就不假 我的意思就是这两国太近 你不管是在中国做梦也好 在日本做梦也好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梦就是不要战争 对吧 把那个钓鱼岛的搁置起来 按照国际法去评办 先不谈它 对吧 我们不要搞那些 不作为的 不为今天的这种事情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们做点 对现在目前我们做些有意义的 今天我的周围是什么 我就做什么 比方说我理想目周围是什么 是购物鸡丁我就围着购物鸡丁转 有人说你是不是从黑转白了 离开了购物鸡丁 我想今天借这个 郑迪讲讲 借你这个平常讲 我从来就没有黑过 我也不是在的 从黑 从黑转到白 我也没有离开购物鸡丁 我永远会在这里 所以就是我们周围 我自己周围的事情 不管是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老人也好 小孩也好 人 日本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你哪个国家的人 都可以成为我的朋友 所以我要演话剧也好 对我想起来这句话叫 三川一月 不是想起来 我助理帮我拿过来 三川一月 风月同天 那时候肺炎的时候 不是中国人 日本先把自己的口罩送给了中国 结果 结果日本严重的时候 马云又拿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的口罩过来 中国人送口罩送过来 然后外交部 又讲又赞扬日本 所以日本就是个宝贝 好事吗 要好好表 没什么事的时候呢 又拿日本的教科书 那没意思 拿个岛啊 也拿个禁国神社 讲来讲去的 没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讲 两个国家做一个梦就行 那就把今天的经济 把人民的生活安定 搞好就行 但日本要跟着美国 有一部分 那是政治家们去做的事情 老百姓 把自己能做的梦 做好就行了 好的 你今天完全是响应了习近平主席的号召 把中国梦 再加上一个日本梦 而且说了 要做成一个梦 习主席说 那就做中国梦算了 那今天我们真的是做了一个大卫宣的节目 应该可以去申请大卫宣的经费了 OK 我们的故事还没有完 但是这一集我真的是很佩服你 为什么呢 不是拉皮条的问题 拉出来一个歌舞剧或者是话剧 真的是不容易 了不起 因为这些事情讲老实话是 那亏大本的事情 弄得不好的话 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结果你如此的成功 虽然没有达到一个目的 变成每天晚上表演 但是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 看到这个录影带有没有 这个勾住的录影带 那么你讲的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最近我访问一些学者 访问一些红二队 那么这个 至少有三四个人我都可以牵扯到 中日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中国的 近代 基本上是受日本的那种多元政治文化的影响 包括暴力革命 也包括民主和自由 所以你看看中国的 觉醒年代 一开始 就是讲的日本 当上了中国留学生 是吧 是的 是的 你看很多中国的 政界的军界的 哪怕是跑到日本来学医结果都去搞政治去了 鲁迅不是这样吗 学医的当了作家了 包括这个中国的最开始的美式学院的院长 是一位广东 到日本留学的 13岁的少年 那么这些故事都是我最近的人生之中的节目 所以你看看全部 拼在一起了 但是呢我认为中日之间呢 也许政治纷争了 不要扯上历史的事情 但是作为 日本民众也好 作为中国民众也好 中日之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 一些历史事件 我们现在正在请召一位 这个日本的教授 我们会把这个历史啊 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一件一件讲 是怎么发上 党案里面是怎么写的 这是属于我们面对的问题 但是正如你在日本有个李小牧第10集时候讲的 不管 你是什么样的观点 我们首先的不是梦 我们首先的是事实 好的 谢谢李小牧先生 我们期待到日本有个李小牧 第12集 再见 谢谢 谢谢编导 谢谢观众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